全台最多双胞胎就在新竹县宝山乡 10月也进入了感染产季 相公所就举办当地橄榄遇见双胞胎活动 现场来了50对双胞胎回娘家 老中亲幼都有相当吸睛 也一起演橄榄玩闯关 那小朋友都玩得嗨翻了 拿着竹竿奋力在树上敲打 民众努力击中橄榄图板 橄榄进入产季结合双胞胎节 宝山举办当橄榄遇见双胞胎活动 宝山乡我们有长期以来 我们有办理橄榄节 以及我们的双胞胎节 那同时也都是在10月份 在我们经过审慎的思考 我们就让我们的橄榄 当橄榄来遇见双胞胎 看它能够吸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全乡橄榄种植超过45公顷 全台之冠 总产量20万公斤 宝山双胞胎众多更是远近驰名 现场来超过1500人 有50对双胞胎 一同品尝试极美食烟橄榄 还有森林闯关 亲子DIY涂鸦及野餐布置比赛 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小丑杂耍表演更炒热气氛 可以促进亲子的感情 然后就是 因为平常生活 他们都在上课啊补习啊 其实相处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家人都会就是可能带他们出来 补餐啊或者是公园这样子 没有吃过这种新鲜的橄榄 就蛮有趣的 就是第一次体验 假使都能够像橄榄一样 能够结那么多的话 那不只双胞胎三胞胎 而是多胞胎啦 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也共同会保餐这样的产业 大家共同的来进一分低调 相公所今年也提高双胞胎生育奖励金 从五万变成十万 鼓励多生育 要继续打向保餐双胞胎高比例的名号 多镇保養双胎aal